杜丰被李春江还有杨明主教练打脸 胡明轩的一个举动透露出了答案 四杯的前三名发生了大转变 那么对于杜丰主教练 为什么他现在带队这么低迷 为什么接连被李春江杨明主教练给访抄了呢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参与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重点跟大家分析到现在的四杯的排位 李春江主教练也好 还有杨明主教练也好 带领的张队可以说狠狠打脸了杜丰率领的广东队 毕竟在本个赛季第二个阶段 原本广东红远队随着威姆斯 他的这份大合同正式签约之后 威姆斯重磅归来了 一千年也重磅归来了 18岁的徐星身高2米26也登上了赛场 还有张明慈都纷纷出现到了现场当中 但为何杜丰率领的广东队第二个阶段 前面的两场比赛遭遇到了二连半 哪怕说后面的比赛战胜了吉林 但是对于广东队来说 现在来看对比起李春江这一位师傅 还有对比起杨明主教练都是很尴尬的 现在是辽宁队排在了斯杯的榜首 第二名是深圳队 第三名就是李春江率领的上海队 所以说广东队现在跌到了第七名 对比起刚刚所提到的杨明主教练带领的辽宁队 还有李春江带领的上海队都是有着一定差距的 所以从现在的结果比赛的一个现状来看 那么杜丰的带队能力可以说是受到了不少质疑的 难道说杜丰率领的广东红队队就比不上 李春江率领的上海队 还有杨明主教练率领的辽宁队 对接下来的比拼 现在的杜丰他是处在一个低位的状态的 被访超了 然而这就意味着杜丰主教练 他接下来不能够完成他的冠军争夺了 那其中我们大致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广东队为何现在下滑这么多 第二广东队还能否进行方谈呢 首先要提到广东队为何下滑这么多 胡明轩在最近有一个举动就透露出了答案 也就是在2021年最后一天的时候 到深夜的时候 胡明轩就进行了发文 表示到对过去一年的感谢跟感恩 并且胡明轩也有谈到接下来新的一年 希望能有更好更出色的发挥 然而胡明轩这一条社交媒体发出去之后 他是不给其他普通的球迷 给大众的球迷进行评论 胡明轩仅仅是给他认识的人进行评论而已 说白了胡明轩他发出的这个动态 大概率只能说收到好的评价 而对于其他坏的评价是基本上收不到的 毕竟大部分人是不能去评价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作为广东队上一届的季后赛MVP的选手 作为非常出色的得分手 胡明轩现在来看是有点保守的 包括了现在的心态方面 还有在本个赛季球场上 打得相对有点保守 并且第一个阶段 胡明轩他也是因为受到皮肤伤病的影响 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息跟调整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 广东队之所以现在状态下滑了 跟广东队的打法越来越有点保守 分不开了 另外对于广东队 其实接下来还有很大的方堂机会 毕竟杜丰祖教练 他通过面对着吉林队的比拼当中 逐步派上更多年轻选手 出仗打比赛 我们就很明确可以看得出来 广东队接下来杜丰 他的心态要逐步打开了 懂得去重用更多年轻的选手 给到更多年轻的小将 上场发挥的机会 因此广东队接下来 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毕竟2米26的学星 还有2米21的张明慈 两名年轻的选手 逐步的提升当中 对接下来第三个阶段 还有季后赛的比拼 广东队依旧有很大的机会 争夺总冠军 那么大家对于 接下来的广东队 杜丰的主教练 他被杨明跟李春江接连给访超了 接下来 杜丰能否率领着红远队进行访回去呢 接连去拿到四杯比赛的四连冠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继续